选前黄金周末来看到民进党台北市场候选陈时中今天持续拼路战 一早来到这市场扫街 民众是热情簇拥 但就在现在这关键时刻 陈时中却被爆料 在选前急着出售高雄的豪贼 想要整首获利千万 之一他在台北高喊居住正义 却是在南部炒房 对此陈时中对外澄清 从购买这预售屋到现在将近十一年了 没有人会这样做 反即说是对手抹黑 一手比赞 另一手再来个夜招牌手势凑成参选后次 豪迹拍照起来又霸气 选前黄金周末民进党台北市场候选人 陈时中市场扫街 鸟变 明星见面会 当年市场你的铁粉很多 他们在讲说你没有过去给他拜票 今天遇到你 我一定要想你告诉你 爱亚台商提醒还有个市场不少支持者在等着跟阿中来见面 人气红红火火走到哪 手就握到哪 礼品扩大支持 但这倒数关键时刻却被爆料 陈时中急受高雄豪宅引发质疑 难道是想转手获利吗 位在高雄亚洲新湾区海景第一排独立双电梯门户 国宴大厦十七楼 屋邻约九年的毛胚屋全状平数 含车位共计一百二十七平总计高达四千五百八十万元 他不是说那个是要退休用的吗 其实可以不用卖 因为他也可以快退休了 选前敏感时刻抛售房产 让对手逮到机会打做文章 外界推算陈时中九年前入手价格约三千多万元 如今转售渴望获利勾达一千万元 买了 然后持续的在一段时间 我决定不去高雄之后就想把它售出 买了大概从预售物到现在也是十年 十一年了吧 炒房 不要这样在炒房的啦 讲炒房真的是抹黑啦 摊开陈时中五月财产申报 确实有这笔土地资料申报出售 自己坦元原本规划退休居住 没想到留任台北主任官职 如今才委托业者出售 有时候是我亲友帮我卖 那有时候卖一阵子 有时候就给中介卖 并不是已经这段时间刻意 只有这段时间拿出来卖 是长期的在委托中介在卖 陈时中亲上火线澄清灭货 选前倒数不想让负面谣言影响 选民观看 借了为红乌永安采访报道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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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